我很替你擔心 以牛家的家鋒 牛懷玉很難做到出於來而畢業 如果他像他爸爸哥哥一樣 現在的選擇 將會是一生的災難 你們想多了 你們根本就不清楚 牛懷玉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牛家的壞聲音 將他煙沒了 在想像中 他應該是壞人 但是他不是 他生活得坦蕩蕩蕩 充滿著熱情 我尤其喜歡他對我執著的追求 虎哥 你喜歡我嗎 那你愛不愛我 我 這就是分別 你人很好 很有學問 也很有教養 又很孝順 但是你生活得太拘謹了 不像牛懷玉這樣 坦坦蕩蕩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不喜歡 為甚麼總是說不出口呢 不喜歡 你也會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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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急用的 多少?多少? 五萬 五萬? 你是要娶老婆生兒子 還是要包暗漿? 你別管了, 我真是急用的 我… 是不是為了姚莫愁? 我猜到是為了她的 你讓她迷住了, 你醒醒吧 回家, 媽說有急事找你 媽找我, 有甚麼急事? 有貴客到訪 你這個英俊又有桃花運 阿光, 阿光, 借錢的事 先出來吧 許小姐, 來, 喝口茶 顏夫人, 我們去她家喝茶 都是女兒敬茶的 好… 你爸爸身居高官顯貴 是當今的望門貴族 當然是需要說些排場了 我們牛家又怎麼比得上呢? 許小姐, 見笑了 你爸爸, 你們牛家又有財又小 哪是呢… 我看呢, 真是如此 是… 少爺, 回來了 少爺, 許小姐來了 誰啊… 乖乖, 過來啊 有客人啊 乖乖, 過來呀 阿媽 回來了 兒子, 你先別走, 過來 這位許小姐是專誠來看你的 來看我? 是這樣的 我在報紙上見到你作的詩 《明月寄情》 還有這張照片, 很有心得 我今天是專門來幫你切磋一下 許小姐也喜歡詩的 當然了, 我爸爸很有地位 我們許家的人又怎能不喜歡詩呢 是呀, 好像許小姐出身 這麼顯客的姑娘 作詩、淫詩 才能顯出你的高軌碼 這樣吧, 你們倆慢慢切磋, 慢慢談談 女女媽 你去哪兒? 我送水果 你們看不見嗎?現在還進去 這麼不通氣 你一坐 喝茶 喝茶 拿酒吧 酒吧 黑夜之風 撫慰我的視頻 以後 夜空中 凡星閃閃出少女的慨望 一個 兩個 三個 普天之下 有誰能猜得到 白嫂 好… 這首是我最有趣的詩作 你給點意見吧 你猜這個少女的慨望 一個、兩個、三個 是指甚麼 我猜不到 亦不會欣賞 上甚麼客氣 我們是以私會友 私有之間 需要真誠的 那我就以我的真誠 老實告訴你 我那首名月記情 是用錢買的 我根本就不會作詩 你騙我的 哪有可能 牛懷玉 你好謙虛 很幽默 你比我更幽默 你看看你 真是客氣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許小姐我還有事 算我不奉陪了 小姐 你看她多英俊 只有這樣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的 是嗎 但她好像不喜歡詩 你懂甚麼 誰喜歡詩 我也不喜歡 只有她喜歡我就行了 小姐 她好像也不喜歡你 我爸爸現在是館的爸爸 只要我喜歡她 她就是我的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秒 你上來幹甚麼 許小姐呢 媽媽 那個肥妹從哪兒走出來的 還不可耐 臉皮幾尺厚 你這個傻子 肥又怎麼樣 那叫福氣 懷玉你給我好好聽著 就算你得罪和母娘娘 也不能得罪她 她是她爸爸唯一的女兒 是一點都沒有花架的 掌上明珠 她要星星 你就不能給月亮 記住 她和爸爸中他 關我甚麼事 當然關你的事 她和爸爸是誰 孔長熙的左右手來 真正的蔡慎爺 他管你爸爸的 你爸爸如果 還想在棺牆上立足 就要爬這枝高枝 不是還那一天 你爸爸會被人隔離 萬一有一天 你爸爸失勢 我們牛家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一定會被人打死 這麼多年來 牛家得罪多少人 多少人曾經眼紅和妒忌我們 數都數不清 就現在 還有人寫告狀信寄去南京 其他事你爸爸不怕 最怕就被人彈劾 所以你要聽我說 許小姐的爸爸就是我們牛家的大腳 無論如何都要討 許小姐對她這麼粗 我想她爸爸對她更粗 你不要說風涼話 聽著 下去陪許小姐 今晚留她在這裡吃飯 我媽媽 我胃痛了 怎麼了 我想吐 怎麼了 你覺得怎麼樣 你總是到了關鍵時候 才來病 是不是真的 那我下去陪她 先休息一會兒 晚飯一定一起吃 好… 媽媽… 等一會兒 又怎麼了 肚子覺得怎麼樣 痛嗎 你給我五萬塊 多少…多少錢 五萬 你要這麼多錢做甚麼 我急著用 五萬塊我可以買到 三十個妹仔 一百匹馬 你要來做甚麼 你不要問我 我真的急著用 我一看就知道 你想用在那個姓瑤的身上 我一個也不會給你 媽媽 你叫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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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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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